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人烟稀少 但在地理上又与发达世界并不遥远 与恶守苏伊士运河入口 交通繁忙相对喧嚣的半岛西部海岸不同 达哈布幸运地位于西奈半岛东海岸被封处的亚喀巴湾之中 坐享红海最安静和丰饶的海域 用闹钟取静来形容达哈布的位置再合适不过 可与外界保持畅通交流的同时又可隔绝外界的打扰 此外 达哈布完美的气候也决定了 他与其他顿时之所在生活方式本质上的差异 在这里 你不用去忍受那些苦寒之地对身体的磨损 而是通过一种令人愉悦 健康 自觉专注的方式 达到内心的平和 满足 而且 你一旦获取了这种能力 它将伴随你的一生 无论你去到哪里 听完我的解读 Islam和Lisa都很兴奋 Islam说让我们保守达哈布的这个秘密吧 我会心的一笑将身体仰卧在毯子上 不再作声 此时 海对岸沙特阿拉伯一座城市点亮的灯光 在远处闪烁 群星在西奈山的上空闪耀 我闭上双眼 伴着红海晚风轻柔的吹拂 不知不觉间坠入了一段梦境 在梦中 我看到了200年前 欧洲探险家所记录的一个时光定格的事件 那里有闪亮的白色珊瑚石所打造的红海城镇 城里的拱门和百叶窗漆着海绿色和炫露的游木栏 我穿越了城墙高柱的城市 高耸的城门会在黄昏时分嘎吱作响的壁上 我还和长发飞舞 坚忍强悍的贝都英人一起骑着落斗 奔驰于有堡垒防御的绿洲之间 正当我觉得口渴 想喝上一碗贝都英人奉上的骆驼奶时 一个冰冷的物体触碰了我的嘴唇 打破了我的梦境 我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是Islam地上的一瓶啤酒 他笑着说道 不知道你梦见什么了 显得一副口渴的样子 一会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早上我们还要去拦洞潜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